我做到老了 我退休 我还是要做 我这个未来基金 主要是发扬中华文化 好像我们有画展 画书展 我们就捐钱给他们 主要在发扬 黄勋基 三岁时 他的父亲遭到日军杀害 母亲独称养家不义 他十岁进入小学 小学毕业后外出打工 后以十九岁超龄身份 保读新山宽柔中学初中医 靠着办公读的方式 一直读到高中毕业 一九六五年 他考进南洋大学修读会计系 却因学费没有着落 被迫在大二那一年 告别南大 虽然如此 黄勋基并不气馁 他在新加坡一家会计公司 认真实习 以至升任部门主管 一九六九年 他申请到一间会计行 当省纪员 较后被该会计行 委派到新山联营会计公司 当主管 当时他一边工作一边考取 一边考取LCCI会计文凭 一九七四年 黄勋基辞职自立门户 用心经营 目前他已合并其五家会计公司 成为集团 除了事业 黄勋基也积极投入社会服务工作 事业有诚实 他更是负起社团要职 推动慈善公益事业 他谨记海南乡情 多年来支持并推广海南同乡会的 会晤工作与活动 从青年团到母会 从普通理事到领导 从新山海南会馆 到全国海南会馆总会领导层 他鞠躬尽瘁 黄勋基也谨记宽宗的母孝晴 那是滋养他热爱中华文化 视服务社会为己任的地方 所以他任宽宗总务期间 从不懈怠 曾邀请中国海南省海口市歌舞团 立临新山为宽柔中学 致达成分校一眼 共筹获110万建校基金 此外他也义不容辞地协助 成立南方学院 从1990年起担任该院常务董事 兼任理事长要职 前后长达22年 现任南方学院名誉顾问 在担任新山中华工会副会长 兼产业发展委员会主任时 黄寻基不予余力地花了30多年的时间 将传统一山的土地分割一半 来兴建现代墓园山庄 每年为新山中华工会 入席数百万元 除了贡献社会 黄寻基也深信 学海乌鸦 为情事案 2018年 他完成了厦门华侨大学 硕士学位 2019年 他到南方大学攻读 哲学博士学位 黄老谨记往事 不忘初心 虽面临困苦 却宠不言罢休 凡事全力以赴 这份精神让人肃然生静 好啊 非常感谢 我这一次能够得这个热灵特优精神奖 我也没有想到 我这个年纪还有拿到这个奖 那么这个奖的来源是因为上一届的得奖人黄建成 他介绍我说 这个有这个精神奖啊 你可以去申请啊 所以我就来申请这个热灵精神奖 那么我也非常感谢你们这个组织啊 能够肯定我们这些老年人啊 到了这个年纪还能够发挥一些言论 尤其在我们过去为华社所做的东西都能够有一个交代 那么对我的太太孩子也是一种肯定啦 我非常感谢这个热灵精神奖啊 分发给我们啊 那么我也希望这个热灵精神奖啊 能够每一年都主办 让更多的上了年纪的人 也能够肯定他们的贡献 这是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啦 谢谢 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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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啦